挥别蓝湛 魏无羡竟然有些怅然 这段时间被聂怀桑耍得团团转 而今没了聂怀桑的牵引 自己能去哪呢 天南海北 哪里是归宿 云深不知处是肯定回不去的 莲花雾 算了算了 江城还不拿紫电抽死我 金林台 金林那大小姐脾气 自己还真是摸不准 不静视 自己在姑苏 清禾离自己 真是十万八千里 小苹果这驴大爷 算了吧 低头看看小苹果 不如你说去哪 我们就去哪 小苹果开始驮着魏无羡 慢慢悠悠地晃 这一路上 小苹果都乖得很 没有闹过什么脾气 从姑苏到仪陵 这路程算不上太近 到了仪陵境内 小苹果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到了一个荒郊野岭 在山脚都能感觉得到满满的怨气 魏无羡抽了抽嘴角 小苹果 你就不会把我往好的地方带一带 小苹果却不高兴了 用蹄子锤打着地面 任魏无羡声拉硬拽 就是不肯走 魏无羡心里有了一个很不好的预感 小苹果 你不会是想让我上去吧 小苹果竟然奇迹地点了点头 魏无羡的手握着陈晴 一步步踏上那座山 越往上走 怨气越重 魏无羡无法前进 只能催动陈晴 号令怨气 一个女生传来 哟 这是谁家的小娃娃啊 上我这紫荆山来做什么 魏无羡 晚辈姓魏名 英字无羡 无意闯入前辈的紫荆山 一名红衣女子 直接抢过魏无羡的陈晴笛 这破笛子 还有你这可怜的轨道修为 真是不明白 外界那些人给你传得神乎其神 是吧 怡灵老祖 魏无羡 敢问前辈何人 红衣女子 妖姬 魏无羡 晚辈有一个问题 想要向前辈讨教 妖姬 你又不是我的弟子 我干嘛要教你 趁我没有把你打下山之前 赶快离开 别脏了我这地界 魏无羡灵机一动扣手 弟子魏无羡扣见师父 妖姬 够聪明 你这破笛子扔了吧 没什么用处 魏无羡 师父 在外人眼中 陈情足够强了 妖姬 从今天开始 我教你修炼鬼道 你万万不可用怨气 做伤天害理之事 魏无羡 我魏无羡 今日在此历史 习怨气 匡扶正义 无愧于心 如有违背 天诛地灭 妖姬 不破不立 破而能立 抱怨守依 四方太平 说完妖姬拿着陈情走了 留下魏无羡 自己站在这里 魏无羡听完这话 反应了一会儿 便盘膝打坐 吸收怨气 妖姬在远处看着 不错不错 天姿聪颖 藏色的儿子果然不差 真真是像极了他 而正在姑苏的兰湛 面对着满满的公文 却是看不进去半个字 提着臂尘走向寒潭洞 蓝战 兄长 蓝西尘睁开眼睛 睁了一盏茶 是忘记呀 进来吧 蓝西尘只看了一眼 自家弟弟 魏公子走了 蓝战自知 自己在兄长面前是个透明 也不隐瞒 只是点点头 蓝西尘 你没有留 这话本是个问句 可蓝西尘用的是肯定句 蓝战又点点头 一言不发 蓝西尘 忘记 有些人错过了 便是一辈子 你不问问 怎知魏公子的心意呢 就像我和阿瑶 终究是错过了 蓝战不言 蓝西尘 忘记 你还记得当年的不夜天吗 我们主观一段 认为 就是魏公子的错 未知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一个弱贯少年 家族覆灭 失去金丹 身无灵力 被丢入乱葬岗 这桩桩渐渐凑在一起 任心智再如何坚强 也是支撑不住的吧 蓝战 兄长 我知该如何做了 恳请兄长出关 赞待先都之位 蓝西尘 好 忘记 雨无限会幸福的吧 自己这个傻弟弟 怡灵 紫荆山 魏无限已经将怨气 汇入丹田之处 凝成一颗小小的丹 与金丹相差无几 而不同的恐怕就是一个催动灵气 一个催动怨气 妖姬 臭小子 恭喜你 已经凝成了阴丹 下一步 你要做的是承受痛苦 可能会持续整整半个时辰 你准备好了吗 魏无限点点头 自己连扑丹之痛 舌骨之痛都挺过来了 还有什么是自己受不住的 妖姬 跟我来 随着妖姬的步伐 魏无限逐渐深入紫荆山 到达紫荆山的中央 看到了自己原本的身躯 魏无限的眼眶湿了 用疑惑的眼神 看向妖姬 妖姬看着她 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年前 轻轻开口 十六年前 莲花雾覆灭 江城被抹去金丹 你受与紫渊所托 拼命护住江城 扑金丹相赠 以报江氏养育之恩 后被温潮扔下乱葬岗 我所言不错吧 魏无限点点头 妖姬继续道 你在乱葬岗中修炼怨气 利用鹰铁剑 炼出鹰虎符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 可是 每年坠入乱葬岗的人 没有成千也有上百 为什么他们不曾修炼怨气 为己所用 我看着你一步步修炼鬼道 看着你自己砍阴烛 做了鬼敌陈情 祝你练出鹰虎符 平复体内怨气 又叫女鬼怨情 祝你杀掉温潮与温竹流 为云梦江市报仇雪恨 不想你还是锋芒毕露 让天下人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 可我欣喜的是你未改初衷 不夜天城一战 你一心求死 我命令小鬼将你的尸体带回 留下陈情 丢下几根骨头 制造出你已经被万鬼啃食的假象 此后就将你的尸身放在这里安养 可惜十六年前 我的轨道修为尚且不够 又怎么能顾得上你 十六年后 我勾着你那头蠢驴 将你带来紫荆山 让你拜我为师 从今天开始 我定会好好护着你 魏无羡眼睛湿了 看向妖姬是满满的感恩 叩手 不孝弟子魏无羡 叩谢师父恩情 妖姬 起吧 你准备好了吗 魏无羡点点头 妖姬拿起架子上的月琴 号令万鬼啃食墨玄雨的身体 魏无羡看着自己的皮肉 一块块被尸鬼扯下 吞之入腹 鲜血淋漓 痛 皮开肉占的痛 直至所有皮肉殆尽 魏无羡成为一道孤魂 妖姬的月琴轻轻抖动 将其直接打入魏无羡原本的身体内 本来就是自己的身躯 根本不存在什么不兼容的情况 十分顺利 刚刚融入躯体 魏无羡沉沉地睡过去 妖姬看了看 将周围的怨气打入魏无羡体内 接下来的就留给时间吧 妖姬可真真是要愁死了 让怨情扶魏无羡回房 沉情怎么办 这笛子怨气太重 对于魏无羡而言 无疑是霍乱魏无羡心智的根本 而且根本就不是修为高低能左右的 妖姬只能先将陈情内的怨气抽出来 煞时间也就明白了为什么 陈情是魏无羡驱动轨道术法唯一的一掌 每次催动 基本是陈情依附于魏无羡的音律 达到鬼迪 自己想要的状态 导致陈情内的怨气不协调 以侵蚀魏无羡的心智 让鬼迪的怨气达到最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魏无羡与陈情并不是魏无羡在控制陈情 而是陈情在控制魏无羡 妖姬眼中闪过一丝立色 你既然有灵 你自己选择 侍奉魏无羡为主 还是让我把你扔进灵脉里 陈情抖了以下 无论哪一个对她来说 都没有半分好处 妖姬 我数五生 你若是做不出选择 那我来帮你 五 四 陈情选择了安静 这便是奉魏无羡为主的意思 妖姬勾唇一笑 很好 很聪明 妖姬取出魏无羡的眉心血滴在陈情上 很快契约达成 妖姬将陈情扔到了万鬼窟中 待魏无羡醒了 你自己到她身边去 说完这话 妖姬转身走了 云梦莲花雾 正值六月 云梦的莲花开得很漂亮 真真是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和花别样红 江城一身紫衣 站在云梦的莲堂前 久久不能回神 十六年前的莲花雾 也是这片莲堂 他们捉过鱼 摘过莲棚 一直玩累了 都不肯回家 自己还曾经称怪过阿姐的偏心 而今到底是物是人非了 一个粗不一场的人走来 宗主 我家这莲堂啊 莲子最是香甜 小的给您下去摘一些 您尝尝 江城摇摇头 不用 我就站着看一会儿 男人 您是又想魏公子了吧 每次您和魏公子 来玩的时候 小的都知道 事后都是魏公子 悄悄地过来送钱 还不让小的告诉你 男人还在说着 可江城却无心听下去了 寻了个托词 走了 姑苏 蓝湛发誓 她这辈子 都没有过这么娇心的时候 在魏英身上的灵力印记 突然就不见了 最后一次出现 就是在怡陵 自己寻了魏英十三年 如今又是几年 所有的传讯指迭通通 都无功而返 遇见飞往怡陵 寻了六七日 终究是寻到了 紫荆山下的小苹果 既然寻到了小苹果 那魏英必定在这座山上 蓝湛看了看 这座满是怨气的山 比乱藏岗的怨气更深 更浓 自己这些灵力 根本就不够看 上去估计 就会被恶鬼啃食致死 这里的阵法 也是极难破解 蓝湛断定 魏英定然有什么奇遇 这里的前辈怕是不亚于抱山散人